你在想甚麼 想怎樣跟家人交代 交代甚麼 如果我跟Carmen分手的話 我想怎樣也會跟他們說一聲 你知道嗎 他們就當了Carmen未來的新房子 做人真的很煩 一對男女只要拍拖多過三個月 他們之間的事就不只有兩個人 隨著日子越久 負責他人就越多 本來已經夠煩了 還要跟他們逐個解釋 就像在傷口上灑鹽一樣 更加難受 慢慢就會麻木, 慢慢就會復原 對了, 你和你爸爸怎麼樣? 康復了沒有? 為甚麼? 你們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你聽過甚麼叫大義滅親嗎? 其實我當日被人責, 我爸爸的決定 甚麼? 你也覺得很難接受 究竟為甚麼?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我跟他可以說是虎虎犬子 我爸爸很勤奮 他沒有讀過大學 他自己半工讀, 就完成了一個餘課 後來就去了政府工作 當其他同事去玩、去打牌的時候 他不去, 他自己買了很多書 回去增值, 所以我們整個屋都是書 後來政府看到他這麼勤奮 直接供他去英國讀書讀兩年 人家四年才能取得到一個教育 他兩年就完成了, 他真的很厲害 所以他很不喜歡我們這一代 他覺得我們很無辱 直到前年, 他退休了 我們公司剛好請了一個人事部的總經理 請了他 那時候我們公司實施了一個 精簡人手的制度 每個部門要裁5%的人 而這個工作就落傷我爸爸手上 那說法, 你最後被裁員 其實是你自己爸爸的決定 我記得當時我拿著裁員通知書的時候 我整個人好像被人點了一月 全都定了 我時候忘了我是怎樣離開這個辦公室 那究竟是甚麼意思 是因為你和爸爸平時的關係不太好 不對,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喝茶 走山, 即是… 即是很典型的父子關係 而我亦是一個很典型的香港青年人 我從來只知道自己不想要甚麼 不想做甚麼 但亦不會知道自己想要甚麼做 我沒有目標, 每天都游來游去 下班不是開心時間就去卡拉OK 我肯足一個星期 星期日沒事做, 對付電視 不斷按個遙控 我從頭覺得自己好像 歸兔賽跑裡的一隻兔似的 身邊的人不停進步、努力 不斷按個遙控, 而我便原地大 我記得我小時候 每次看著我爸爸, 我都會很自豪 但不知道我爸爸看著我的時候 會不會都是這麼自豪 其實我知道自己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不肯去面對我 我覺得是他一直針對我 從那天開始 但是我…我沒有跟他說過一句話 直到我來上海之前一天 我在會子門口見到他 我靜悄悄跟著他, 看看他在做甚麼 原來那裡有一個 海外進修課程的展覽會 他不斷問人的資料、詳情等各樣 原來他想向他退休金來供我繼續讀書 失業了半年之後, 我終於明白了 原來問題不在我爸爸身上 而是在我自己身上 我真的覺得很對不起 那你有沒有想過 跟你爸爸兩個開心的事 這樣談一次 那時候我們搞得很僵 一年沒跟他說話, 很難再開口 你知不知道說第一句話有多大勇氣 但無論如何都要有人走第一步 而且我覺得…這個人應該是你 我真的不知道應該說甚麼 就跟他說, 你在鼎力發生的種種故事 我想他聽了應該會很開心 稍後再說, 我在鼎力沒有甚麼成績 無謂令他空歡喜一場 來, 你要加倍努力 不如回去吧, 我想可能會成功 你的最愛是你